这个台湾一年一度的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早已落下了帷幕了 那么今年赵又廷呢可以说是大爆冷门拿下了最佳男主角的这个奖项 那本来呢拿奖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呢最近赵又廷可以说是赢了奖却惹了是非 就一单接一单的这个负面新闻不断呢 是蛮头疼的 然后别人就讲说赵又廷就是先前已经知道拿奖 然后那个颁奖感言其实是他演技部分的表现 然后而且就是现在赵又廷就是匹兹英雄的心结好像越演越烈这样 说到了这个匹兹英雄大家都应该有听说过了 就是明年的二月份嘛 蔡月薪导演呢本来是想开拍这个电影版的匹兹英雄的 但是因为一个金钟奖啊惹出了很多的是是非非 所以现在呢里面也有很多的变化 我先来讲讲这个赵又廷这一边 首先呢宅宅呢他有很多的粉丝 所以大家呢已经就是共同签名啊 就希望宅宅不要接拍这一部电影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说不希望宅宅被人利用了 对然后现在宅宅的经纪人呢也出来发表言论 就说宅宅明年的档期已经全部都满了 那言下之意在我们听来观众听来 就好像真的觉得说宅宅好像是不太想拍 那关于这个戏到底拍不拍要听制作人讲 就是 制作人怎么说 你小慧小姐那先前讲的时候 她是信誓旦旦讲 如果宅宅等不到她来这个戏就不拍 对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呢 就变成有一个另外的说法 不知道是不是她讲 就是说如果宅宅没有拍体制英雄的电影版的话 这个名字会改就叫英雄传 但是问题现在是不是他们说想拍英雄传 或者是想拍痞子英雄就拍 现在问题主要是在这个主角啊 演员的这个方面啊 因为其实在我自己个人看 我觉得宅宅跟赵文铁的关系还蛮好的 那现在呢就是赵又廷呢 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 他第一时间就说了 哎呀痞子和英雄痞子都没了 还拍什么英雄 那如果宅宅这次不接拍这部电影的话 那我也不演了 所以现在这部电影 痞子英雄到底能不能够顺利的 在明年二月份开拍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一个大问号 哎其实这样心比心来讲 我是觉得赵又廷现在压力真的还有点大 对因为蔡导他自己本身就讲说 他先前拿到流星花园的那个 最佳导演讲 对拿讲的时候 他就觉得压力好大 那赵又廷又是一个演艺圈的后辈 那突然间面对这么多事情 又是拿奖 然后又是因为这个拿奖 本来是一个会马上大红的这个情形 突然间就被别人 就是加艺人的粉丝觉得是眼东丁 然后其实也有艺人看他不顺眼 我就觉得这个奖啊 他拿了到底是 是补还是货 对 而且现在又传出说 他跟他的爸爸闹不合 就是一大堆的负面新闻 对他的影响都不是非常好 所以呢 就是因为他压力很大 那赵文婷的这段时间呢 也是跟媒体朋友讲说 他需要放一个大假呢 之后呢 他会回加拿大 好好地修养一下 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那因为呢 他要回加拿大了 所以这次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呢 他是不能够出席的 那我们在这边呢 也希望赵文婷 可以好好地保重自己 好好地调整一下了 趁这段休假的时间 是 那 那 我 我 我